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勇士两连冠期间杜兰特比库里表现更加出色 该键盘侠甚至骂库里是垃圾 并且认为库里需要另一位MVP和三个全明星级别的队友 才能搞定任务夺冠 一个既定事实是杜兰特拿到了那两年总决赛的FMVP 但如果以此为论据来评判杜兰特比库里更加出色就太草率了 而杜兰特点赞了这条言论则更加草率 更加有意思的是 这条推特根本没爱特杜兰特 并且这位键盘侠之前只有80个粉丝 杜兰特是如何找到这条推特还是个未解之谜 有好事的网友甚至搜索了杜兰特比库里强 看能不能找到这条推特 前两天有条新闻也很有意思 杜兰特迄今为止发布了超过24000条推特 比他生涯总得分还要多 当然这里面还不包括他的小号 很多人都知道杜兰特是有推特小号的 之前被实锤过 2017年夺冠后 杜兰特在和键盘侠队喷石 忘记切换了小号 直接用大号回复 关键用的还是第三人称 杜兰特说 他不喜欢那个团队 或者说不愿意为多诺万打球 阵容很差 指有他和威少 一旦拿掉威少 KD和这些阿猫阿狗拿不到冠军 阿猫阿狗也成为了那段时间杜兰特最大的黑点 小号事件被曝光之后 杜兰特估计也就不用小号了 这就导致他经常会手滑点赞一些 不该点赞的言论 2018年4月 杜兰特点赞了一条 网友批评威少的评论 威少就是问题所在 他们之前拥有一支很出色的队伍 随后杜兰特取消点赞 并且对记者表示 这只是一次无星之事 不值得大出特殊 同年的11月 杜兰特又一次手滑点赞了 这次他点赞的是一条 关于追梦格林的言论 一位网友表示 如果考心思不出健康的话 勇士应该交易掉追梦格林 当点赞被发现后 杜兰特马上取消 但还是被媒体嘲讽 这次杜兰特是不是 又忘记切换小号了 上个赛季 是杜兰特发推巅峰 毕竟休息了一整个赛季 除了上网冲浪 实在没有其他好消遣的 杜兰特除了每天 给美女点点赞 就是在发各式各样的推特 前两天杜兰特和一位好莱坞的影星 在私信里对骂 被曝光之后 不得不道歉 论起上网冲浪 敲键盘的能力 杜兰特肯定是联盟第一人 当然在雷霆时期 杜兰特是没有这么多幺蛾子的 杜兰特只是好好打球 在新闻发布会上 背着书包 俨然是一副好孩子的模样 但离开雷霆之后 性格敏感的杜兰特 开始关注自己的网上的风评 那时候的他 刚刚加入了一支 击败过自己的球队 名声怎么可能好 于是杜兰特就走上一条 沉迷键盘的不归路 在我看来 杜兰特还是缺一个女朋友 这些年杜兰特 几乎没有什么正牌女友 一心沉迷雨点赞美女 像极了宅男键盘侠的样子 有女朋友的话 哪还有时间 和网友较劲呢 and 她走了她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